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汽车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出行带来的便利 与此同时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多 用车问题成为了车主们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其中车位的纠纷这些年一直都困扰着车主们 本来现在国内就处于松多州少的情况 找个停车位更是难上加难 好不容易花大价钱买了个停车位 却被其他没素质的车主随意占用 想好好教训下别人又不能过激 否则反倒自己吃了亏 那么遇到自己的私家车位被抢占怎么办 老司机将你几招从此无人赶乱停 首先如果大家的手头比较富裕的话 不妨可以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选一台比较便宜的老款汽车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你新买台车 而是用来堵在霸占你车位汽车的出口 这样一来 可以让他尝试下有车用不着的滋味 另外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可以叫来拖车把这辆车拖走 当然工作人员会询问你的理由 这时候你只需说这是自己的私人车位 对方在没有得到个人的允许下私自占用 从法律的角度上属于私自占用他人财产 这个时候你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拖车公司就算有所顾虑也得收钱照办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脾气比较蛮横的车主 不用和他纠缠了 直接叫来交警进行处理 只要你的处罚没有伤 急到对方财产的情况下 都是合情合理的 认他怎么闹 吃亏的依旧是他 不过大家在面对自己的私家车位被战时 切记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毕竟是对方理亏 如果这时你做出了一些有损他人的措施话 最后自己也是逃不开干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